对于一款跑车来说 长得好看是必须具备的先天条件 自从赛350第一次曝光之后 这个外观的设计赢得众多好听 而之前因为赛600带来的设计阴霾 也一扫而尽 不少网友表示 钱江的设计师越来越上道了 赛350的外观应该可以满足 绝大部分车友对小排量跑车的幻想 外形的设计非常运动 很有日系跑车的味道 我相信绝大部分喜欢跑车的小年轻 都能get到它的美 车头部分延续Puget Motor赛系列家族化的设计 有一些赛600的影子 但是又大有不同 双头冬的造型赛350 很显然已经驾轻就熟 尺度把握的相当到位 全蓝力地的光源已然成为标配 点亮车灯之后效果非常不错 全彩液晶仪表和追350同尺寸 显示效果和功能相差不大 除了显示一些基本功能之外 还具备两种显示模式 提供光感自动切换 另外赛350加入了 时下流行的手机投屏功能 正式告别手机支架的束缚 黑色磨砂工艺的 铝合金上连板质感出色 手感细腻 仪表盘旁边 原厂配备了一个带防水盖的USB充电接口 手把按键采用最新的设计 左手边原本远近光的切换按键 变成了仪表盘的功能键 圆双闪的位置变成了远近光切换 同时手把按键具备背光功能 右手把按键比较常规 就多了双闪的功能按钮 离合和前刹车扭角都具备角度调节 这对女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贴心的功能 分体式坐垫的驾驶位采用防滑面料 支撑感不错 前端有收窄的设计 进一步降低了对身高的要求 当下跑车比较流行的车尾 镂空设计并没有缺席 高翘的尾部造型与风道 是现在的国产跑车必备的设计元素 同时具备战斗感和设计感 视觉效果十足 挡泥板和牌照框 并没有延续赛600的设计 回归传统位置的挡泥板 才是众望所归 隐藏时排气网友们的意见褒贬不一 不过对于外观整体性的提升很有帮助 还能增加压弯轻角 不用担心蹭到排气 这也是目前很多跑车所喜欢用到的设计 底盘方面 配备不可调的倒立式前叉 可可调节的中置后避震 而非接车版的侧边单避震 另外 赛350舍弃了追350上的圆管后平叉 改用香蕉式的后避闭闭杆大幅度提升 而且采用全铝合金材质 赛350有两个版本 价格都是28999元 区别就在于前刹车不同 一个是双叠一个是单叠 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去选择 这次拍摄的双叠版本 刹车规格为前250毫米双浮动盘 配对向四活塞固定卡前 后240毫米单叠配单活塞刹车卡前 标配双通道ABS防暴死系统 安全性能得以保障 动力方面 搭载与追350相同的 353cc排量水冷双缸发动机 最大功率27000瓦 峰值马力36.7匹 最大扭矩31牛米 标配滑动离合器 关于这台车的0-100加速 前段时间在网上引发关注 众说纷云的结果当中 6秒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台发动机 除了数据比较亮眼之外 在小排量双缸车型当中的 升浪表现非常突出 特别是在中低转速的时候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赛350的座高785毫米 米其小姐姐身高1米65 骑上去之后毫无压力 身高1米6以上的 骑赛350基本没什么压力 从骑行姿态不难看出 赛350的设定是一台街头 略微前倾的骑行三角 相对来说比较舒适 脚踏的位置也不算靠后 下半身的姿态也很放松 赛350的整备重量 只有179公斤 仅仅比GSX2502重量1公斤 在轻量化这一块控制的相当不错 得益于比较轻的车重 让赛350骑起来很灵活 从发动机的出力特性来看 低转的表现比较出色 不用频繁地换挡 很适合城市道路当中的日常通勤 动力输出也很线性 加上配备了滑动离合器 不管是挡位的切换 还是油门的控制 对新手来说都很友好 至于赛350的操控如何 直接上一段干赛道的视频 感受一下 原场下赛道压弯摩西轻轻松松 比较轻的车重提供了非常灵活的操控 在连续的弯道当中左右翻身相当灵敏 减震和刹车方面并没有太拖后腿 只有在进行一些比较极限的操作下 才会感受到不足 在日常生活当中跑跑山 压压弯完全没有问题 最近时常会被问到 灵木GSX2502和赛350要怎么选 这是一个答案非常明确的二选意 虽然两台车同为街跑的定位 但是性格上大有不同 灵木GSX2502是一台骑起来很舒服 但是不会有太多骑行乐趣的车 赛350则是在好骑的基础上 带来一些速度体验和驾驶乐趣的车 如果你对性能配置没有要求 就想要一个漂亮的跑车外观 然后安安心心骑骑车 GSX2502是个明智之选 但凡你对性能和配置有点要求的 想要体验骑摩托车的激情和乐趣 那么赛350肯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并且更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